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年投明星约粉丝炮不算新鲜了 不过当得知嘴歪眼 邪的刘小光昏昧约粉丝时 小编竟然也无言以对 房费都出不起 路费也不逃 这炮约的 闹心 你让人家那些被包的二奶怎么想 本来以为只是社会风气不好 现在看来 个人道德品质也有待提高啊 今天小编就来说 说明星与粉丝的那些事 虽然情妇反腐是一句调 看得玩笑话 但是炮友爆料 却依然成为了一种趋势 在之前爆料的杨子晴 大家还在记得吗 就是那位著名音乐人陶哲的炮友 抛开我们的一只真相 谁会想象到他竟然是陶哲的炮友 从长相上看 他确实有几分姿色 干练的短发 精致的五官 而且没有整过容的明显痕迹 可是他爆料出的聊天内容 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陶哲的PPT澄清发布会 也是开了历史的先河 有图有字有真相 可以 画重点了 陶哲的开放式婚姻 让网友对娱乐圈的混乱现象 有了新认知 越来越多的拿不上台前的事业 渐渐浮出水面 点评 学好PPT 走遍天下都不怕 还记得前段时间小智娜 走到卓磊面前 举报吴亦凡的事吗 本以为两人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事实证明只不过是雨匆匆 过客的一夜冲销 小智娜被吐槽得很厉害 网红脸 追下吧 威家兄 看似就是一个工业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 皮肤白皙 嫩滑 身材凹凸有质 到底哪一点吸引到了吴亦凡呢 此事件发生后 不少网友称吴亦凡为加拿大胖王 虽然在他的事业上 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却是留下了一个 非常难以擦去的污点 点评 幸亏我单身 在说亚洲舞王刘小光 他让中国人知道了一种新的舞蹈方式 但一天是 转着圈跳 虽然米古拉斯赵四长相不出众 但他约的粉丝 相较他来说却相当精致 熟女般的身材 有 浮的圆灵 听话的思维方式 女粉丝自爆很听话 刘小光在与粉丝调情时 把各种污言汇语说了个遍 真是不听不知道 一听吓一跳 这种找粉丝的降维度约包 让刘小光找到了自信 毕竟利用名气去睡粉丝 貌似有着对等的默契 点评 刘小光输在了抠门上 放废不出 要钱不出 还骗人家给自己儿子 刷两万多的直播礼物 居然还多次拉黑对方 逼得粉丝直播爆料 东北F4 成员的尊严何在 当明星挣的钱都拿去了 交给老婆了 不管有钱没有钱 都别再做这种丧良心的事了 邮上可以看出 明星与粉丝约火爆 也分婚内猪鬼和单身两种情况 前者我们谴责 后者则无法区分了 但明星与粉丝相识 相知 相爱的案例并不少 要不为什么会有人天天 喊着要给陆涵 黄子涛 李一峰 陈美庭等等等等 等等人生猴子呢 结婚不久的郭富城 作为情场浪子多年 就是被内 对网红征服的 但是人家和方圆 确确实实是真爱啊 多次微博就恩爱 更是让人 重新定义了天王的含义 虽然不确定方圆 是不是和天王的粉丝 但老丈人肯定是 虽然有些人不太看好 认为方圆图呢 是郭富城的钱和名气 两人22岁的年龄 差也备受争议 但是小编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 周杰伦大了 昆龄14岁 而且昆龄也是周董的粉丝 他们俩的爱情 不知道让多少人羡慕 从此可见年龄和粉丝数 性完全不是走到一起的隔阂 反倒是双标让人打脸 朱立倩也曾是刘德华的粉丝 她凭借自己的努力 逐渐认识了华仔 并成为了刘天王身后的女人 刘德华前段时间 因在泰国拍戏受伤 朱立倩也是些新照料 陪伴左右 欧帝的老婆郑云彩 也是追星群的励志故事 她对欧帝从关注到喜欢 再到主动联系 再到最后结伴走向婚姻殿堂 现在已完成三口之家的组件 祝福他们 看完这些幸福的例子 希望粉丝们 也不要对嫁给粉丝这件事 盲目自信 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真的喜欢她她 爱她她 需要不断努力提升自己 如果只是为了用自己的自色 获得偶像们的身体 那喜欢刘欧老师的小编壳怎么办 求安慰张璇否认 与陈思成美国约会 被拍到的人不是我网 亦娱乐4月26日报道 近日 据网友爆料 陈思成在美国一家餐厅 与此前卷入小三门的张璇 一起吃饭 网友爆料的截图中 还称两人 互相叫宝宝好不甜蜜 4月26日凌晨 张璇在微博回应传闻称 第一张被拍到的人不是我 谢谢 否认了与陈思成美国约会仪式 范冰冰任第七世界夹 那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评委三百六十娱乐讯 日前 第七世界法国贾纳国际电影节 宣布了主竞赛单元评委名单 中国演员范冰冰名列其中 他将与本届贾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西班牙 国宝级导演阿尔莫多瓦 以及韩国导演朴赞玉 美国演员威尔史密斯 意大利导演保罗索隆蒂诺等著名影人评委 一同评选出本届贾纳电影节主竞赛的各个重要奖项 贾纳电影节次次选择范冰冰位列主竞 赛单元评委一席 旨在看重其在电影节的突出成绩与表现 本届贾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阿尔莫多瓦 作为西班牙导演 对范冰冰凭我不是潘金莲 获得第六十四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影后 以及她在片中卓越的表现尤为关注 近年来 范冰冰在国内外影坛 不断受到专业认可 2004年 范冰冰出演第一部电影手机 获得百花甲影后 2007年 她以电影心中有鬼获得金马最佳 女配角奖 2007年 凭借电影《苹果》入围第五十七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 2010年 凭借电影《观音山》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后 2010年 范冰冰以电影日照重庆入围夹 那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首次参加加纳电影节 2011年 范冰冰冰担任第二十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 同年 其主演的电影登陆之日录为了第六十二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 2016年 范冰冰品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获得第六十四届圣塞巴斯帝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成为继巩俐 张曼玉之后中国第三位 也是最年轻的双A影后 她还凭借该片斩获亚洲电影大奖影后 以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女演员荣誉 此外 范冰冰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彰显 她在纪念年初以中国女演员的身份登上了时代周刊 Time 封面 并入选了时代周刊全球影响力百人榜 成为榜单中 唯一的中国女演员 此前 范冰冰连续三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榜首 连续两年入围福布斯全球女演员 最具商业价值排行榜前五 她积极投身公益 尤其发起的公益项目爱丽的新 以八个年头成功就是242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有网友幽默地表示 拱立当上了贾纳50周年评委 张曼玉当上了贾纳60周年评委 范冰冰当上了贾纳70周年评委 中国的三个双A警后都被贾纳承包了张选否认与陈思成美国约会 被拍到的人不是我网 亦娱乐4月26日报道 近日 据网友爆料 陈思成在美国一家餐厅与此前卷入小三门的张璇一起吃饭 网友爆料的截图中 还称两人 互相叫宝宝好不甜蜜 4月26日凌晨 张璇在微博回应传闻称 第一张被拍到的人不是我 谢谢 否认了与陈思成美国约会仪式